清水阁南婴 鬼故事 蓝天白云深山之间 清澈绿水池旁 三个年纪只有十一二岁的少女 身上穿着只有在古装电视剧上才会看到的粗布麻衣 正在一边洗着衣服 一边玩水嬉戏着 若紧说离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其中一个名叫若曦的女孩儿 指着不远处沿着河水 向她们飘过来的一个竹框大声叫道 这时候竹框距离她们已经很近了 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竟然躺着一个一块黄布包裹住的婴儿 他们三个全都是被阁主收养的孤儿 自小就没有父母亲人 所以见到这被遗弃的婴儿 感觉十分的可怜 于是就卷起裤脚 趟着河水将竹框里面的婴儿连同小框一起拉到了岸上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们还是赶紧去报告给阁主把若离对其他两个女孩儿说道 三个女孩儿从小就居住在这深山之中 在半山药上有一座连绵数米的建筑 名曰清水阁只因山下这条清澈的河水而得名 居住在清水阁中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女孩儿 大的也就二十出头 小的才五六岁 只有阁主义人年纪最大 看起来像是一位四五十岁的老阿姨 可是据说她的年纪已经接近百岁了 这里所有的人都听命于她 所以比较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她禀报 让她来做决定 居住在清水阁的人 全都是阁主收养的孤儿 从小生活在深山之间 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从未有人走出过这座大山半步 所以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唯一知晓的事情就是 在大山外面有一种叫做男人的可怕动物 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的长相和清水阁里面的人 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他们每一个都会妖术 最厉害的是可以用简单的语言交流 就能够蛊惑人心 所以千万不要接触男人这种危险的动物 如果不小心见到了 一定要憋而远之 如果可以的话 就将见到的男人除掉一绝后患 由于对男人的恐惧 也让好多人放弃了出山的念头 乖乖地待在大山里面 住着适出而坐 适落而息的古老生活 当看到若离等人捡到的婴儿时 阁主的脸上一开始还露出了一副 慈母一般的表情 看起来很是欢喜 但是当解开婴儿的墙宝之后 脸色突然一变 竟然将婴儿狠狠地向地面摔去 守在一旁的若离等人 不知道为何阁主会突然如此动怒 但是心里明白 那墙宝里面的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阁主从小就教育 大家一定要慈悲为怀 不能够随便伤人性命 所以清水阁的人都是吃素的 连山上的飞禽走兽 河中的小鱼都不肯捉来一只食用 更何况是一个人了 说食吃那食快 若离纵身一跃 一把将婴儿抱在了怀中 之后一脸不解地看着阁主 阁主依旧很生气的模样 对着若离说道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儿 而是一个男婴 长大之后就会变成一个男人十分的危险 我们清水阁是绝对不能够留下这种妖物的 若离你赶紧将它丢掉吧 一听到这个看起来如此可爱的小婴儿 长大之后竟然会变成一个可怕的男人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吓得一惊 若离急忙称是 抱着婴儿匆匆赶到了将它打捞上来的清水池旁 那个小竹框依旧在岸边 于是若离就将婴儿重新放在了竹框里面 就在若离准备将竹框重新放回河水之中任其漂流的时候 那个男婴突然发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 哭声沙哑刺耳扣人心弦 让每一个听到的人 都不禁会感觉到有些伤心难道于心不忍 就在若离想要将婴儿抱起的时候 又想到了阁主曾经说的话 男人都是会妖术的 自己会有这种难过的感觉 可能就是这个婴儿在施展妖术吧 想到这 若离一狠心 又将竹框推进了河水之中 伴随着哭声越来越小 小竹框向河水中心飘去 突然河水中央出现了一个大漩涡 小竹框被卷进漩涡之中 一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在竹框被卷入水底之后 那个漩涡也随即消失不见了 这一切只发生在匆匆几秒钟只见 看着平静清澈的河水 感觉就像刚刚的一幕 只是自己的幻觉而已 若离回到了清水阁 将丢弃男婴的过程 详细的报告给了阁主 阁主对他的表现很是满意 并且再次提醒大家 对在清水阁附近看到的陌生人 一定要仔细盘查 千万不要让心怀不轨之人 混进清水阁作乱 事情看起来应该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有两件事搞不明白 其一就是这个婴儿 最初是谁一气在水中的 其二就是水中那个 卷走婴儿的大漩涡是怎么回事 传说清水阁山下这条河里面 住着一位河神 是他守护了清水阁 让清水阁四季长青 声声不息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 就是河神以前在人间居住的宫殿 当他成神之后 就居住在了这个河水下面的宫殿之中 上面的宫殿 就留给了清水阁的人居住 大家很崇拜这位素未蒙面的河神 除了逢年过节 河神的生日按时都要进行拜祭之外 还会每年为河神献祭 祭品中就有年轻少女一位 献祭过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将少女梳妆打扮好之后 被棉被包裹好放在一张席子上 由于棉被吸水 女孩一般飘到河水中心的位置 就会沉入水底被活活的溺死 但是大家却错误地以为是河神把她收了去 这些无知的女孩儿甚至还觉得当作被献祭的祭品 能够去服侍河神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直到有一天一个即将被献祭的女孩儿 无意之间发现了若离手中的一张照片 在若离和她说了江航风的故事之后 她决定到大山外面去看一看 生活在水边的她水性特别的好 棉被又是若离等人包裹的 所以一到水底 那人就挣脱了棉被的束缚 沿着河底游到了远方 在河底她看到了一句句的白骨 更加坚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男人不是妖怪 女人终于来到了大山外面 而且还一个男人结了婚 并且很快有了属于他们的孩子 可是孩子出生之后没多久 女子就整日做梦 说这个孩子是河神的 现在河神要把孩子要回去 不然就要祸害女子还有她夫婿一家人 最后没办法 女子只好偷偷地将自己的孩子 送到了这条河里面 生死只能够靠她的运气了